用平底锅就能做的绿豆酥饼 即便是家里没有烤箱的 也可以吃上绿豆酥饼了 这次用了大包酥的手法 做起来更加方便快速 先来做馅料 脱皮绿豆提前一碗清水浸泡 提前多花几次清水 完全泡发就可以 蒸锅铺上纱布 把绿豆控干水分加进去 它平整 抽几个洞熟得更快 大火烧开转中火蒸40分钟左右 蒸到一年就碎的程度就可以 然后用擀面杖压碎 加入白糖和黄油继续压 完全混合均匀即可 做好的馅料状态很好 喜欢更加湿润一点的 加点牛奶和炼乳 直接把馅料分成25克的小剂子 剩小的馅料过筛一下 直接压一压 就是很好吃的绿豆糕 再来做皮的部分 把屏幕上的食材全部加在碗中 揉成光滑的面团 密封冰箱冷藏30分钟备用 油酥材料混合揉成面团 密封冷藏备用 把水油皮取出来 稍微揉一下 擀大一点 然后把油酥包进去 接口封紧 稍微撒一点干粉 先压一压 把馅料均匀摊开 再擀 不需要擀得很薄 能卷3-4圈就可以 擀成长方形薄饼 从一头卷起来 搓均匀 搓长一点 均匀分成20克小剂子 分好的小面剂 密封写上30分钟 取一个小面剂 中间按压一下 把四边折回来 稍微整理一下 整理成圆形 然后擀薄 包上一个绿豆馅 用虎口包起来 稍微按扁 顺便就做好了 平底锅喷点油 把绿豆饼放进去 干好锅盖 开小火慢慢煎 煎至两面金黄色 反复煎 侧边立起来也煎一煎 表皮一碰就掉渣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剩下的无用烤箱烤了 对比下效果 这个是平底锅煎的 上次情况比烤箱烤的更好看 平底锅油与边缘接触不到锅底 边缘部分不是那么脆 但是整体还是不错的 跟烤箱差别不大 烤箱烤的酥皮会更酥脆 在这种地方里面室的白色 这种地方是不错的 这种地方是不错的 但那些东西都没有 你也好想找到